哈喽,欢迎回来听老外说故事 上一集我说到习大大如何塑造自己爱运动的形象 然后中国文艺界和媒体如何写实作曲去吹捧习近平 而我也为了节目听了不少关于习近平的红歌 听完后浑身不舒服 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息后,我总算满血复活了 可以继续说他接下来还做了什么东西去塑造自己的形象 正所谓文武双全 习近平塑造了自己爱运动的形象后 他也需要把自己塑造成爱读书的形象 在他刚上台的几年,习近平就不断在媒体上放话说 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了 身为国家宣传机器的媒体,当然也必须跟进了 大肆宣传习近平和书籍的渊源 甚至还为习近平列出几份领袖书单 不得不说,在制造个人崇拜的工作上 中国媒体总是学不会见好就收 那一段时期的主流媒体都在说习近平怎样爱读书 而中国的网民也很敬佩主席的勤奋和博学 眼见这效果很不错,习近平的胆量也越来越大 开始把自己爱读书的形象输送到外国去 在2014年,习近平在出席索契冬奥会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并洋洋洒洒地列出自己读过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 例如哥里莱蒙托夫 普希金 克雷诺夫 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 老实说,小弟我才书学前 没有拜读过他们的作品 实在是自愧不如 但是我就说过了 习大大是神,不是人 他博学的程度当然不只有这些 在同年的三月 习近平在参加中法建交50年大会 在演讲的时候 他就说他在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 过后他就好像读稿机一样 把他读过的法国名著说了一遍 例如蒙田,福尔泰,卢梭,拉丰丹,米勒等等 由于习大大念出来的名单实在是太长了 如果你有兴趣知道习大大读过哪些法国著作的话 可以参考我在资讯栏和置顶留言准备好的角著 看看当时的中国媒体是怎样去报道习大大饱读诗书的 我相信你会叹为观止 习近平在法国的做法就和他在俄罗斯的情形一样 只是名单换成法国人而已 你以为他只读过俄罗斯和法国的著作吗 那你就错了 他在2015年访问英国的时候 他又再次拿出稿子念书单 从古希腊念到近代艺术家 然后再念英国的著作 念到自己都怀疑人生了 好几次必须停下来休息一下 你以为习近平念书单就念到这里为止吗? 你又错了 习近平在童年访问美国的时候 再次向美国人展示他有多博学多才 他在演讲中把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和著作一网打尽 把演讲变成好像暴墓一样 书单念完一张又换一张 这些书籍涉及的内容从经济政治到西方艺术 再到文史则 习近平就像是一个会行走的名著汇编 至于习近平热爱读书这形象 会有多少人相信呢?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而且只要他不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别人了 正当习近平和他的团队 对这种念书单的做法沾沾自喜的时候 其实更大的灾难就在后头 习近平和他的团队相信念书单这种做法 可以创造习近平的个人魅力 不过我们都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 但奇怪的是 习近平居然照做了 人民日报甚至还做了一份习大大的书单 高烂 就很厉害的意思了 习近平的团队缺乏常识 也不做考察 更不会去考虑习近平年轻时会不会读那些书 虽然习近平的团队有问题 但是问题的核心 其实在习近平那里 因为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正常人不会动不动 就用抛书包 念书单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有多饱读诗书 这就和普通人喜欢装有钱的道理一样 但是有钱没钱装不来 有谁问没谁问 也同样装不来 虽然习近平刻意念书单 把自己塑造成读过很多书的样子 可是在很多场合上又经常读错字 例如把以止气使念成以死气质 荆轲玉律念成荆轲绿玉 把精湛细腻念成精盛细腻 把老人赡养念成老人瞻养 当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通商宽农念成通商宽医 这是最离谱的口误了 就算简体字农和医是有像了 但如果他是饱读诗书的人的话 就算稿子上真写着通商宽医 相信也不应该照着读吧 也许他最爱的著作是 其实没有人规定 国家领导人必须要读很多书 但是独裁者的想法比较不一样 往往非常热衷于造神 塑造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形象 过去中国的领导人 其实有不少诗文人 例如毛泽东就变读金史 但是他不会标榜自己读过很多书 邓小平曾在欧洲留学 对资本主义有研究 江泽民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对西方文化也算是有赚言 他在接见法国总统的时候 也会赞扬法国的文化 底蕴深厚 然后说出一两个名人的名字 点到几指 不会像习近平那样念书单 这听起来和看起来都大大方方的 可能习近平意识到 自己没有这种文人的风度 他的自卑让他生出了攀比的心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习近平读书不多 这可不是我说的 是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的 李锐曾经这样评价过习近平 他说过去我也不知道 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 这些评价让习近平感到很难堪 也让他觉得 他不能和那些风雅的领袖们并列 这让他很想要做一些东西 来证明自己是有料的 例如他对外公布的履历上 会注明自己是博士 以及刚才我说的那些念书单的操作 但是他越这么做 就越突出他的自卑和短浅 习近平的团队 在忽视习近平背景的情况下 硬要他装成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这团队只想到要修补习大大不足的地方 却没想过去放大习大大的优点 虽然我不太清楚他有什么优点 但是应该是有的 这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他们把习近平的形象弄得完全不符合现实 例如上一期节目说到的习近平爱运动的形象 对欧巴马说每天会游泳1000公尺 就为了彰显自己的积极性 可是这种热爱运动的形象 起码也要和习近平的身形配合一下 他那臃肿的身形 你会相信他每天游泳1000公尺吗 俄罗斯媒体要把普丁打造成一个硬汉的形象 至少他在赤裸散半身的时候 还隐约可以看到腹肌 他手持猎枪骑马的形象 还可以说服人他是一个硬汉 即使是胡锦涛 还能和日本国手扶元爱打一局乒乓 习近平说他每天会游泳1000公尺 这就好像川普说他每天会跑步一小时一样 比扯铃还扯 习近平的团队要把习近平打造成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 结果他却经常读错字 现实看起来他并不像那个塑造出来的形象 说他读过俄罗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每一本著作 这不是阎罗王说大话鬼才相信吗 而习近平的谋臣就是不管 就是那么的罔顾现实 他们的宣传完全没有铺垫 也不考虑会不会和现实产生抵触 一路干到底就是了 最后让习近平成为了历代领导人中最脱离现实的一个 例如人民日报就曾经发布一支影片 Who is 习大大 想要借影片中洋人的口去宣传习近平 有的女青年还认为习大大蛮有男性吸引力的 万老诶 口味很特别 这影片是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前发布的 这操作感觉上和念书单没什么分别了 还有媒体为了宣传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找了一群外国儿童来演唱媒体制作的童谣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习近平团队尝试在国际舆论带风向 但很明显的 他们不太懂得国际文化 因为国际社会普遍上对这种 把儿童作为政治工具的宣传方式感到非常反感 也认为这种宣传方式非常低俗 基建和小孩有什么毛关系呢 因此有人制作了另一首童谣 This is the China Sea 作者用同一首童谣填上不一样的词反缝回去 以上说到的歌曲童谣 通通可以在资讯栏和字顶留言找到连结 有兴趣的可以过去听听了 对于习近平这一类的宣传 在国内还可以嘛 但是在国际上没有得到多少的认可了 当然有很多马来西亚的中华教对这一类宣传 大为受弱 但是这不在讨论的范围当中 纯粹只是说出来 嘴一嘴他们而已 习近平在上台之前 不是一个能见度高的官员 政治履历也不过不失 没什么政绩值得赞赏的 在他上台的时候 政治环境相当复杂 因此他没有太多安全感 习近平当然明白了 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当一个地方官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 他不能就这样继续保持平庸 所以他希望上台后可以弥补这一切 获得大家的认同 虽然习近平上台后的两年 就把大部分的政敌都搞定了 把所有的权力都紧紧握在自己的手中 但是他始终感觉到不安 这可以在他2015年的 抗战7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 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习近平第一次阅兵 但是从他的表情看不出来一点从容 神情僵硬好像相当焦虑不安 外界相信当时的习近平 处于不太自信的状况中 这是他感觉自己的权威 还没真正稳固下来的表现 大家发现 习近平好像欠缺一些东西 可是又说不出来他欠缺什么东西 其实他欠缺的东西 对一位领导人来说非常致命 这个东西就是领袖魅力了 关于这一点我就留到下一集节目再继续说咯 如果你喜欢习近平传这系列的节目内容的话 就别错过了 离开前别忘了按赞分享订阅和打开小铃铛 加入频道会员或patreon可以观看会员专属影片 有兴趣的话就考虑支持一下吧 连结都放在资讯栏和置顶留言 什么都略懂一点生活更精彩一些 我们下一集再见